运球就快要coach 战术就学coach 路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指定卢鱼 coach 路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掌球 2021年4月24日 勇士坐镇主场迎战绝金 最终以118比97 21分比分优势取得主场大胜 不知道小伙伴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勇士打球方式 相比较前几个月内流畅了许多 不仅仅是酷力超身表现 其他球员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 鲁鱼本身也很奇怪 勇士究竟做出了怎么样的调整 今天我们少聊酷力 带大家多了解这支所对其他球员 他们是如何打球的 其中最重要的是科尔做出了阵容改变 将五五雷放置替补阵容中 我们也看到 这位雷神终于迎来了爆发 不仅仅数据大的出色 场上表现非常具有活力 或许他的积极性真的被雕容起来了 首先是这场勇士的首发阵容 库里 维金斯 格林 鲁尼 以及莫尔德 按照正常阵容来讲 莫尔德这个位置是被子莫尔德 但是在今天学习 由莫尔德代替首发出战 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我们边看比赛边聊 第一节11分54秒 勇士追梦格林高位持球 另一侧的莫尔德帮助库里做无球掩护 但库里是个诱啊 莫尔德迅速反跑到外线 借助鲁尼掩护 摆脱防守球员 外线挑逗出手 三分打击 我们再来看这一球 第一节10分36秒 格林高位持球 底线的莫尔德再次选择反跑 波特来不及挥防 前者借到格林传球 篮下空位轻松爆扣 比赛开始不到一分半时间内 莫尔德单人砍下5分 这就是勇士第一大改变 也就是我们时刻想念的勇士团队篮球 第一个球 是库里跑位吸引尽快大量注意力 为莫尔德创造了投篮空间 这也是库里所想要的 不仅仅是队友为自己制造机会 库里同样希望自己为队友 创造足够多的机会 第二球是库里与维金斯 在另一侧的交叉旁位 向尽快抛出了一颗烟雾弹 让其误以为这回合 是他们来打战术 实则这一球还是由莫尔德负责中间 哪怕这两个球逃丢了也没有关系 因为卢尔相信 勇士球迷看到了一直期待的场面 当库里和维金斯在场上跑位时 格林和鲁尼出现在战术指定位置 准备为队友做掩护 勇士这时需要第5个人站出来 要么是负责得分 要么帮库里做第二个掩护 会其创造空间 也就是说 勇士第五位球员 并不需要相当的身体天赋 和强硬的得分能力 只需要你清楚 和这四名队友配合打战术时 你应该如何去打球 其实这也是乌布雷所缺失的一点 所以柯尔将其拿下赏发 我们也看到了 效果还是很没错的 另外说一下 乌布雷上场时间 并没有因为替补出战而受到限制 就像这一场 乌布雷出场时间为32分30秒 是勇士全队出场时间第四高的球员 当一支球队把球员放在替补 勇士并不是在否定他的能力 或许是给他更重要的战术地位 关于乌布雷的作用 卢于本期会详细分析 我们再来看勇士的第二名手法球员 维金斯 其实 勾起哥真的付出了很多 相信打篮球的小伙伴都明白 防守1.5比进攻轻松 甚至很多时候 要比进攻还要疲惫 维金斯就是这样的球员 他是勇士防守的一大核心 我们经常能看到 当对方球员投篮时 维金斯不管在多远的位置 都会迅速跑到篮下 用身体顶着对方的封线球员 保护自家的后场篮板 而且一般遇到巨星球员 会优先安排维金斯和乌布雷定防 不仅仅如此 进攻有时候也需要维金斯跑位 或者拿球单打中节 好比这一球 第一截9分56秒 维金斯外线失球 面对金块波特防守 几次运球调整后 迅速加速突破着篮下 一记抛投将球打进 篮球场上 一共就这么几个工作 维金斯可以说是全方面覆盖了 我们经常能看到 维金斯在进攻段时 可能会在底线附近发呆 看着队友打战术 看大家可以多留意防守的灯塔 一直保持着高度专注 时刻还要回看 自己身边有没有掩护球员 这对球员的体能 也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我们来看这一回合 第一截4分48秒 刚刚投进超远3分的维金斯 马上跑了自家后场 顶着金块哥登的身体 面对他的低位能打 维金斯不逞多让 一点没落到下方 最后送了哥登一击火锅 并抢到了球权 马上带领勇士打防守反击 我们再看他的上场时间 35分都是少数了 很多时候都要打40分钟 这对于一名勇士 唯一一位常规赛保持拳前的球员 卢宇表示忠心的尊敬 我们再说鲁尼 防守能力 不说有多么出色 至少太独白在那里 敢与身体对撞 哪怕身上带着尖伤 依然不放弃每个篮板的拼抢机会 鲁尼也是勇士的防守一大支柱 挡拆方面就不说了 鲁尼也会时常配合球队 打防守反击 这在卢宇看来就很难得了 一般球队中锋 是不参与防守反击的 首当其冲的问题 就是对体能有着极大的消耗 但依然保持着积极态度 投入其中 OK 我们聊聊勇士的踢补戏 就像卢宇之前所提到的 为什么乌布雷被放的踢补戏 反而表现更加出色了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乌布雷是一名什么风格球员 在卢宇看来 他非常适合乱战制造 他的更人能力 其实是很不错的 一直存在的问题 还是无法融入勇士体系当中 所以勇士在上替补戏时 经常会用到这些搭配 乌布雷加普尔 加安德森 加鲁尼 加维金斯 前三者他都会绑在一起 为什么呢 我们来回顾这一场 普尔的三分 都是非常不讲道理的出手 换句话说 勇士现在把他当作小库里在用 有了鲁尼的存在 这套战容轮换就有了防守基础 普尔就能乱七八糟直接推反击 再加上他神一场鬼一场的三分 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在我们看来 绝不是那些跑出战术 空尾出手的场面 而是对个人能力绝对自信的出手 乌布雷也很适合呀 科尔也是直接将其放到这样乱战阵中 勇士时章能打出一些漂亮的防守反击 安德森本身具有很高的传球技术 相当于保证这套阵容的下限 毕竟五个球员都是短球球员 没有一名会传球会组织的 还是难打 大家再把乌布雷放在手吧阵容当中 代替莫尔的重新看看 乌布雷可以说是第三个得分点吗 战术地位并不高 而当他在这套阵容当中 可以走到第一个得分点 和普尔同享大量的出手机会 阵容节奏是乌布雷所喜欢的 战术地位提高了很多 所以有时候 替补并不是一件坏事 那维金斯呢 他不是主要得分点吗 其实这套阵容中 勇士得分火力足够猛了 实在没有出手机会的话 再由维金斯负责中前 枸杞哥在当中 更多担任的是组织 防守 吸引豹家的作用 就像这场比赛的下半场 当他与乌布雷普尔同在场时 每一次勇士进攻会合 篮球都要经过枸杞哥一遍 既可以在防守端 投入更多精力 又可以在进攻端帮助队友 更为惊喜的是 被放到替补系的乌布雷 好像真的融入勇士体系了 就好比这一球 库里本场最帅的三分出手 第四节三分54秒 库里在后场 遭到精快球员盯防 乌布雷先帮其做掩护 紧接着马上跑到三分湖底处 遭到三人报价的库里 作为缓冲 将球传到他的手中 大家注意看乌布雷的动作 先是快速将球传给维金斯 紧接着对库里做了一个手势 帮其做无球掩护 掩护质量也是非常高 成功帮助库里争取到跑位截球空间 维金斯也没闲着 马上放下枸杞杯 替库里做第二次无球掩护 库里外剪击球 三分果断开炮 空闲打戒 无论是库里还是勇士转换球 都有我们以前所熟悉那个味道了 这才是勇士的篮球啊 最后是一个比较暖心的画面 第四节11分32秒 乌布雷抓住轻快失误 跑向前场拿到球 面对空无一人的篮筐 并没有像以前自己冲过去扣篮了 而是回传给身后的安德森 助其双手划扣 拿下快攻会合 可能也是用自己的行为 向安德森表示致敬 也可能是向球队与球迷表达 我会成为一名勇士球员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还没看够 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 那就点点订阅 鲁与我期待和你一起掌球